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校 那今天我們因觀眾要求來複習一下暗月的角色故事 那先介紹一下暗月 暗月原本是跟納傑爾一樣在平民窟生活的人 後來因為羽卒是十分稀少的 所以暗月在他的羽卒身份曝光之後就跟隨奧斯塔去協助他的實驗 應該說一方面也是尋求奧斯塔的庇護吧 畢竟奧斯塔他也算是有點實力的人 畢竟在符文學院也是該怎麽講 莫里斯的仇好徒弟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角色故事 話說最後暗月在西奧多將要逃走之際吧 出來刺殺了西奧多 可惜最後算是失敗了吧 因為西奧多沒死 然後被同是羽卒的... 應該說是羽卒混血的艾利歐救走了 垃圾 氣死了 明明都已經疏通好那些慧卒 現在才說公文無法通過 好,不容易配防抖搞定 只差有個攻場 好,你沒在我吃就有東西嗎? 虛擬 哭哭的哑人小乞丐 我一边去 我这里没东西 先生拜托 我还有弟妹要照顾 别啦 弄脏我的衣服了 你这羊脚砸手 混账 今天真是倒霉透了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这些哑人小乞丐 别跑 这也难怪他们后来看到权贵 就是讨厌成这个样子 你要对衣服做什么 放开它 哇靠 你看那是刀的声音耶 对我记起来了 垃圾后来 看到衣服的时候有说 那是你是那时候的 所以说衣服身上的刀伤 应该是垃圾留下来的 是毒品吧 去找人打声招呼 是要去跟纳杰尔谈这件事还是要去找垃圾 报酬之类的 因为 那个东西 很显然应该跟垃圾脱不了关系 那一包毒品的话 别跑 把东西放下 抓住他 混蛋 快把施工图给我抢回来 哦 暗月 好 那这应该是没什么难度啦 反正我的暗月都已经满等了 哦没有 这个 我还以为白位就可以攻击 就是有落石落雷什么的出来 混蛋 快把施工图给我抢回来 施工图 所以垃圾是计划在瓶瓶窟里面盖工厂 可是工厂应该就不是要生产什么正经的东西吧 不然他们的工文应该也不会批不过了 第二个话 自己的方式 话说那时候应该是西奥多主政吧 我不知道 安杰利亚的父亲威廉在战场上战死之后 接下来才是摄政王西奥多 然后再来 安杰利亚在正争里胜利之后才变成安杰利亚回去主政 所以他们这段时期应该是西奥多主政吧 这是哪里来的 这些是真的吗 一切都是谎言 不可能 如果要拆住宅区就不会大肆宣传 今天还说会发救济的粮食 趁过这段过渡期 只凭一张纸无法证明什么 而且只要工厂改建好 就有更多工作机会 孩子们以后的生活也会更好 对 别忘了我们受过怎样的对待 那这是当初被垃圾殴打的哑人 小男孩跟小女孩吧 你说什么 最悲哀的结果就是看到最后结果按约是对的 那些尝试压榨平民的权贵从来不懂得反省 大哥啊 到这边差不多可以了吧 这些油挺重的 那要烧吗 哇真的耶 再走远一点 老板说要烧就要烧最重要的地方 可是 大哥啊被发现了 干掉他 想干掉他 我看一下哦 呃这里是强化跟他说什么 本角色此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应该是要先杀掉小弟吧 也不能杀掉小弟啊 那不然是要杀什么 破甲攻击 也不行啊 哦有了有了 动 又来了 动 大哥 我不会说的 这可是身为坏蛋的骄傲 坏你坏蛋的头啊 马上说出来了搞什么东西啊 我们老板就是垃圾使命赛 他要我们烧着这附近的住宅去 好 那你开他的地下工厂啊 坏蛋的骄傲呢 第二话就到这里结束 看来是要去找垃圾使命赛算账啊 可是我记得之前看纳杰尔还是奥斯塔的角色故事 他的复仇并没有很顺利 所以应该是被抓住了 毕竟暗月再厉害 双拳难敌四手 好 第三个 暗夜逃亡 结果最后还被其他人发现了羽卓的身份 然后 最后不得已跟随奥斯塔离开 拼命赴 快追 别放过那个刺客 猛兽三只 他这个没有 真是赋予落单的角色 哇 受伤了 连战啊 第二场 哇 我没有黑色魂心了 哈哈哈 完蛋 哦 满给面子的 刚好送我三颗黑色魂心 嗯 这话就 就两场战斗就没了吗 所以 早期的故事跟现在的故事 长度其实还真的是差蛮多的 这应该是他要去暗杀使兵赛 结果就失败了 因为 毕竟没有其他帮手 而且使兵赛的宅底一定又是很多保镖啦猛兽 你看那些 黑色的狼 脖子上都酸的项圈 童年梦也 后来应该是纳杰尔去帮忙才才把他从里面救出来的 已经逃不动了吧 他在哪里 快找出来 给我好好教训他 这场战斗里没有胜算 只能咬牙苦撑这种 好硬喔 我的天啊 等一下 我先 上一下三层强化欲减伤 那这样可以吗 还没死啊 我的天啊 太硬了吧 蛤? 蛤?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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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东西 哦 剧情杀了 这个应该是没办法打赢的 他把他的...哦 那是他的面具吧 啊 想暗杀我 你会后悔闯进来的 蛆虫 士兵赛大人 你手劲真大 轻轻一掌就把他的面具打飞了 少拍马屁 不过我的确也是有在练 练什么那个脑满藏肺的 嗯? 等等 这左脸的伤疤 你该不会是当年 弄脏我衣服的小乞丐吧 啊 你不认得我也没办法 当年我还没那么怕 但你左脸的伤疤 可是我亲手弄出来的艺术品 我可忘不了啊 既然有缘在相遇 我们就好好续旧吧 哈哈哈哈 果然 所以暗月会戴上面具就是为了遮掩他 当年 脸部被士兵赛留下的疤痕 好 再画重生 哦 这里 这里的暗月把翅膀露出来了 话说暗月 暗月MZ好像没有戴面具对不对 快说 命令你做事的幕后主使是谁 只要让我知道是谁想破坏我的计划 我就立刻放过你 谁相信啊 就算他 不可能放过他的吧 还不说吗 而且 而且根本就没有人想破坏他的计划 就是他自己想要拯救贫民窟而已 跟当年被我割伤就割伤脸就哭的时候比起来 也算是成长许多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贾汉大人这个靠山 我可不能被你们坏事 啊 贾汉啊 真是 震惊事不干 天天 干这种坏事 游走 拿那个来 那个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跟贾汉大人拆掉贫民窟那一大块 就需要用来生产这玩意儿 炸弹吗 啊 是毒品 只要吸过后 你就会上瘾 而且为了它 你会变得什么都肯做 当然 包括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情 纳杰尔 衣服 没事吧 走吧 还好吗 破坏我计划的人都给我死 蛤 长这么肥还能冲那么快 衣服 衣服 你的音乐 先把猴牌干掉 哈哈哈哈 这次就没有剧情杀了吧 嗯 这是落单 所以这是强化敌人 对了没 哇 没死 这么硬的吗 没事吧 没事吧 居然...是羽卒 對,我記得這裡後面...該怎麼講... 他的...垃圾的計劃應該就泡湯了 可是...後來他轉念一想說 羽卒這個也是... 稀少種族吧,應該也是快絕種的 因為...玩外交物語這麼久 我看到的羽卒也只有... 暗月艾莉歐跟...誰啊? 雪莉而已 我看到羽卒有這三個 數日後 哇,怎麼了? 什麼聲音?那貴族派人來抓衣服了嗎? 衣服...我馬上回來 阿欣,幫我照顧好衣服 只要流出...有羽卒在貧民窟的消息 會來的可不只有那個貴族啊 羽卒... 羽卒之人就是他嗎? 哇... 這不懂得連香喜悅啊,奧斯塔 哇... 這段我記得 後來他們兩個都打起來了嗎 結果...他根本不是奧斯塔的對手 哈哈 我不知道 但你羽卒的身份會引來更多危險 連你周圍的人也會被影響 沒錯 那就看你做出什麼決定啦 奧斯塔 克維諾斯 克諾維斯 喔,我從遊戲一開始到現在 一直把他的名字念成克維諾斯 克諾維斯 是的 其實奧斯塔他也是蠻溫柔的吧 不准動他 奧斯塔也是蠻厲害的 他一連打了三個人耶 阿欣然後另一個符文學者 跟納傑爾 跟納傑爾 我沒事 伊芙 他有沒有對你怎麼樣 可...可是他剛剛... 他在治療他啊 你這個... 衝動仔 為什麼 雖然我用這種說法有點奇怪 不過 納傑爾心愛的女人跟鞭炮了啊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因為... 身為羽族 現在是一個稀少種族吧 而且... 羽族應該是符文研究很關鍵的實驗體 所以奧斯塔來說 身為羽族 你沒有死的權利 愁眉苦臉的很愛眼 我對你的心事沒興趣 但是... 倒是你... 竟然能這麼輕易的相信我 真多簡單 互相利用的關係 沒錯 暗月笑了 他們兩個都笑了耶 你叫伊芙是嗎 快走吧 那以後... 那以後... 那你以後叫就要按月吧 不知道 只是順口而已 如果你不喜歡 就自己取一個 我不想在這次上浪費時間 好機車喔 這裡應該就是... 暗月跟隨奧斯塔走的原因 我記得一開始... 第一次見到奧斯塔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蒂卡要去拜訪他嗎 還是... 我不知道... 這是有個人要去拜訪他 那時候暗月就已經跟奧斯塔在一起了 總之這就是... 前置的故事 就是為什麼暗月會為奧斯塔工作 然後他跟納吉爾又是什麼關係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